再來看國民黨去年的總統代算 政治現金案 這個檢訪將是把貴家事斷目正 跟幕後公關公司的富士人 李文官叫去問貴 驚高步 國民黨也還在強調 所有的用錢都有賓 不過民進黨還在押出 國民黨一年做成就花445萬 辦公室吃便當也要吃到96萬 實在是不合理 這件事是會計師的合理標準 董部長面對問題都沒有說話 檢訪十時暗時 以彼閣的新聞又擔貴家書 董部長 幕後公司富士人李文官 早上入臨 董部長200萬九報 李文官150萬九報 因此都含著出境出海 要掛電池感控設備 不過董部長 六報不對 無知條九報該幹做100萬九報 這特地注意的是 檢討又擔 董部長作例擔維宣 幕後公司過家 何愛定了後 認為有檔險 跟兩個人對政人的心分 專作比格 其中但維宣信後 無補千歲 何愛定是五十萬九報 關問題表示 哪是何優丹在進政上 進化區政府的效率在日關 主席會不會擔心被約談 約談也很正常也沒什麼 如果中華民國政府效率都這麼高 我們是很很樂見 還是有信心 因為我們這邊這樣 每一筆支出都有憑證 如果支出的政議不只有一段 兩天這期關問題 競選總統機関 在台南一頂的作成活動 費用到四百七十五萬 這並不合理 另外九十六萬的參費 很多也應發政議 民眾黨強調說 四分八十一百 凡十塊到九百六十塊 兩筆寬行 讓定期不對做一筆 事實證明就是一張九百六 一張一百一 然後呢 這兩張在key in的時候 被key成了九六零一一零 key in的過程當中 就是出現了非常多的誤報 也是讓我們非常的傻眼 政治現金正義燒燒 蘇東時做過問題 競選總幹事員五三三 扶起政體證明 稱是民眾黨中央委員 不過當然要聲音 要求五三三 死掉不分副的立委 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齊心協力 解決問題 回應支持者的期待 這問題是表示 還要內部討論 混亂的時候不要再停亂 要站在這裡可以解決事情 出分的事情就放到後面再處理 記者總法報道 就 Judith